7月14号 陈修令剧组于宾 郑帆星等主创演员空降广州 引发现场粉丝的热情回应 当天于宾身穿简约衬衫搭牛散裤 而郑帆星身着纯白外套 内搭简约白上衣 不仅造型清爽十足 而且还少年感满满 由现场观众倍感军邪 在访中 两人也讲述了自己对于剧中人物的理解 温宁的话 对我来说的话 就是两种状态的一种诠释吧 其实温宁这个角色 跟我性格 其实有一部分是非常相像的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就是我私底下 可能会比较皮一点 然后温宁可能 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一面 富追其实 他那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其实还蛮难把握的 然后富追的董事和乖潮 其实需要 真的好好地研究一下 但富追的董事呢 会比我强很多 我觉得很多时候 很恐怖 他那般优秀 还有他的乖潮 他的那个三界人 也是很希望能够 像他去一起 在见面会上 主张网还安排了 粉丝上台互动的游戏环节 陈建令越播以来 吸引了无数年轻观众 其在内容上完成了创新 用年轻人的表达方式 去传递新武侠的内核 陈建令总之偏人杨下 希望将陈建令打造成一部 有别于传统的新武侠 将江湖传奇的全景视群像系 终点讲述人物命运 享受众传大一部 与众不同的传奇剧 那么新闻 小哥哥们都太可爱了呀 不当